所以你們問說 阿菜你為什麼沒有上百大美女了 不是喔 我的年代就已經不在了喔 要怎樣啊 我不知道選情是怎麼樣啦 你們想選誰就選誰 我的立場 我會投給XXX 我講得非常清楚了 他自己可能不會腐敗 但是他裡面的人 會不會走向腐敗 是一個問號嘛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我對台灣政治的了解 如果你要真的說了解的話 那你就稱為我 於小學幼稚園好了 但是為什麼 對國民黨又這麼了解呢 因為我就說了嘛 我爸之前是外交官嘛 啊所以對這個黨的了解 我可能 深精其力以自己的經驗帶出 所以呢 從開台到現在啊 有時候聊天室可能會很疑惑 說為什麼我講這麼犀利的話題或怎樣 不會有人針對我 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我講的東西 都還算合理的範圍啊 我開直播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除了工商以外 那我從以前做這一行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我開直播的目的 我們不是還有slogan嗎 就是 用阿菜的眼睛帶你看世界嘛 我的目的是 除了給你們一些東西之外 那再來就是 有新的觀眾 或是沒有看過 他可能看圖前很久 但是就是沒有看我台 因為畢竟我以前囂張跋扈嘛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我個人的故事 就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嘛 譬如說 我在阿根廷怎麼長大的 那邊是怎麼樣的 你看到東西是什麼 就像你們 你們看了 覺得內容還行 不錯 他講的可能OK 然後你就會去翻我一些VOD 你翻了一些VOD 會覺得說原來我傳達的東西 除了幹話以外啦 好不好 那幹話是自然嘛 做作效果是自然嘛 那你說我現在急不急 喔我是急了 好吧我是急了 為什麼今天都還要開 因為選舉要到了嘛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辦法說的 除了那種就是可能 家裡的事情 只有時間到了沒 可不可以說以外 我這個人沒有什麼東西 是不能說的嘛 那我為什麼沒有辦法開很長的台 或是我沒有什麼沒有辦法 像以前一樣 晚上開台 畢竟真的我開了十年啦 畢竟我也是白手起家嘛 你不能看我家背景啊 我又沒拿我家的錢 譬如說我開這十年來好了 跳舞台啦 戶外直播啊 這些東西就是現在我 已經比較轉型了 所以我比較不會做了 所以你們問說阿菜 你為什麼沒有上百大美女了 不是喔 我的年代就已經不在了喔 要怎樣啊 真賤 我們人就是有不同的這個經歷嘛 我們人就是都經歷過經歷過就好嘛 我老實說啦 我真的覺得體力是有差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真的覺得 就是你好像長大了 或是更成熟一點了 就是有些東西是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做的了 然後當然twitch會有一不斷新的人出來嘛 啊有時候看看他們 我也覺得 喔想到自己以前也是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追求的東西真的是不一樣了啦 因為我現在所追求的東西 可能並不是流量 以前你剛出來就是要追求流量嘛 那你現在 我追求的東西不是流量啦 流量是數字嘛 那可能名氣聲望是另外一回事 累積名氣可能是 你要去上譬如說 小姐不吸地 就是一些綜藝大人們 讓大家更了解你 我開台的內容 已經不像以前那個樣子 除了工商以外 然後當然要謝謝我說 發我工商的爸爸們 謝謝你們 你們放在我身上的東西 我一定會讓他變成有意義的 喔這個除此之外呢 就是觀眾嘛 可能有人會 是看誰的台誰的台 但是他可能聽我一席話 可以改變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最好的吧 我覺得twitch本來就是以遊戲為主的平台啦 我想我要講這一席話 是在youtube講會更好 你知道嗎 流量是會更好 但是我就是在這邊長大的嗎 這到底是什麼啦 聊天室 當發現有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 回國中母校 向學校的老師 隨時說他考到釣察官 在保護部釣察局任職 老師特地邀他回學校 為十個班級的學弟內 跟上其入歷程 而他還同環路上買了房間背心 驚喜狀態 並且呢戴上了有位照的釣察官證 最後還偷照片說誤人子病 結果被其他老師發現有意而後請處理 喔我真的是傻眼貓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嘛 來我跟你們講 我在台灣生活的這幾年 我覺得台灣真的太容易個資外洩了 我跟你講啦我手上沒有證據 我也不會跟你們說啦 我跟你講我去銀行 就是我住過的國家 住我是住過的國家 我從來沒有覺得這個東西很危險 譬如說你去醫院好了 不管是診所還是醫院 醫院的櫃檯上面都會擺滿 有些病例他們就放在上面 然後呢個資其實就在上面 他們叫你的時候叫號碼嘛 方嫂姐或什麼之類的 比較高檔的地方其實不會呼本名啦 一定是last name miss fang 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ok 除了這個以外 銀行也是 其實老實說 別人的個資 我都可以從旁邊聽到 他也可以聽到我的 就連賓市場 你去保養車子 那一天我也是去了 顧客都會有寫一些單子放在上面嘛 他就放在台上 我這樣又來了 我隨手就拿著手機 我就拍了一下 我回去放大 這一個人他住哪裡 他的電話我都一清二楚 醫院叫本名是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但是這是台灣啦 但其他地方我沒有聽過這樣叫 他們會跟你對 譬如說羅羅西好了 羅先生 羅先生過來之後 他說請問你是羅什麼什麼嗎 所以 哈囉 任何個資都是可以被找到的耶 你不用警察賣好不好 我們不用警察賣啊 我今天是有心人士 我很好找的 所以這是不是台灣 其中一個 要改變的東西 老實說為什麼 我會知道這個診所的事情呢 今天我也不演了好不好 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之前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又吃了那個很辣的東西 還緊要 還是熬夜還緊要的 然後我就覺得屁股痛痛的 然後我就看醫生的時候 我就很尷尬嘛 他說你今天要看什麼項目 他就講很大聲那個字 他就講Hemorrhoid 講很大聲 然後我就很尷尬說 你怎麼可以已經講 你很大聲 全部其他人就是都知道 然後我就換醫生 我又去另外一個診所 這個已經是就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那我現在已經釋懷了 我覺得我現在可以講了 台灣的百貨公司各支 很常被公布在網路上 所以呢 我們就要更正視這個話題 我希望你們今天有看台 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那看看你們是不是能夠 有辦法有這個意識 我跟你講 你們記得我之前 我在開台的時候 我之前都沒有告過任何人嗎 有一天我不知道是月經來了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個人就跟我槓上了 我給他幾次台階下他不下嘛 好嘛 那你要我告你我就告嘛 是不是 然後我找突琦的板手 我就說了這件事情 突琦板手跟我說 你要找人幾乎找不到 不可能的是 我說好 那我找給你看 不是我平常就是一個 溫倫如雅 正向 美艷動人 和蔼可親 的實況主 不要這樣這麼激動你們 冷靜一點啦 要把人揪出來 對我來說 就是這樣子 只是我要不要去做而已 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做這個工作 難免就是會碰到這樣子 然後以前我都會選擇不理他 或跟他嘴炮嘴炮就算了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在獨棋發生的 非常非常多次或是嚴重 所以我就決定去把人揪出來 那揪完出來之後 他不是找到本人了嗎 要起訴他嗎 他不是跑來跟我道歉嗎 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覺得說 那以後 人家給你台階下 那你就要下 因為有些東西是錯的 有一些時候你講的話 是不ok的 我一定揪得出來 只是我要不要做而已 因為做了就是浪費我的時間 我還要找心力靠關係 靠關係是最簡單的事情 我是一位女性 那我如果能出一份力的話 我會出一份力 台灣對我來說 可能還不到很熟悉 但是我喜歡這個 土地這個地方 我覺得台灣的人民可以變得更好 我不知道選情是怎麼樣啦 我也不會說 你們一定要去選什麼啦 你們想選誰就選誰 我的立場 我會投給柯文哲 我講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覺得我是有智慧的人 你可以想想看 然後 你想投給誰 我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你未來有小孩 你打算要結婚小孩的話 你可以想想他們以後要怎麼過 你不是說 你怎麼都不懂 你都不懂 我們這個綠色 不是 我就已經走走走掉進去 走走走掉進去了 我要掉幾次啊 我掉了兩次 兩次已經用了我八年了耶 我以為是看那個什麼 世界杯足球賽耶 我跟你講 我沒有經驗過的事情 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沒有原因的事情 我不會就這樣做 That's all 所以我要頭白的 就是這樣這麼簡單 我今天說的東西 又不是惡意重傷別人 我今天說的東西又不是怎樣 我叫你Do your thing You think about it 然後我大力的 反對 大家平常呢 你在討論政治的時候說 柯粉都是低能 綠粉都腦袋有動 現在重點就是你要能夠 去兩個不同的陣營 就是你是藍的 我是綠的 那我們至少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會大打出手嘛 要不然就是很醜嘛 沒有辦法繼續講的東西 就drop it嘛 然後再來 我不認為 你今天譬如說 你是白的 然後你幾年後 每個人都會變嗎 政黨也會變啊 裡面也會變啊 幾年後 他可能變成綠的 然後你就覺得 啊這個東西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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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因為你能肯定 如果他真的當選總統 他的團隊 四年內 八年內 他的變化 他自己可能不會腐敗 但是他裡面的人 會不會走向腐敗 是一個問號嘛 所以呢 當你發現這個黨 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去選擇一個 你覺得沒問題 或是更好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變 沒有錯啊 就像我之前投給綠色 我覺得喔OK 我覺得這個不行 那我就要去投給別的顏色 投給白色嘛 不要覺得什麼東西就是被鼓仔 什麼東西就是怎麼樣 或許你們很喜歡我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並不是在突擊上面 很容易被喜歡的人 不知道 可能我帶來的氣場 或氣息就是比較 不好清淨 有距離感 I get it 但是我try嘛 我盡量try嘛 天菜娘娘可能太沉重了 我改成叫阿菜 讓大家清淨一點 I try I try my best 清明是後面慢慢的改進 我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不是這樣 畢竟我也是開台很久的人 我覺得 你現在看到的我 可能十年後的我 講的東西 跟現在的想法 我不知道遭受了什麼 打擊 講的東西跟現在的想法 不一樣了 是一個不光明的主播 那你就要判斷 不是始終跟著阿菜 你就要能夠去判斷 主播你不是在阿根廷 我不是在阿根廷出生的 我在阿根廷長大 我沒有在那邊出生 我很關注台灣新聞 因為我住在台灣 所以我會關心台灣 我住在香港的時候 你們很少看到我 播台灣的新聞吧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知道我的人 你就知道我是最不需要 我就最最最流量沒有什麼感覺的 如果我要流量的話 我一定很會做阿 你自己看我那個 主頻道 我換衣服 我就不做下去 換衣服大家都很愛看阿 又簡單阿 衣服穿一穿 身材露一露 然後講一些很好笑的話 換衣服大家很愛看阿 流量 不是我這個人就不追流量了 因為現在的我 我覺得跟以前 我把大量的時間 用在開台 我大量的時間用在做影片 我已經用很大量的時間在這上面了 我都沒有去過我該過的生活 我現在想要過漂亮一點的生活 當然除了打戰棋以外 因為我想要 但其他時間我希望可以過漂亮的生活 我想要去過生活 我九年前七八年前 我都是晚上開晚上台的 晚上最巔峰八點開到十一點 下午開到晚上十一二點的 甚至開到一兩點的都有耶 不是在飛機上就是在開台 就是這樣子 不是阿 萬人大台誰沒過我也有過阿 哈囉 哇好棒喔好棒喔 好啦 我只能說 明天是我們今年的最後一天 那真的是最後一開了好不好 那最後一開的同時 祝你們明年都可以順順利利的 謝謝各位廠商各位觀眾 新來的不管陪我很久的 還是新看我的 任何人謝謝你們的陪伴 那一樣一句話 我們明年見 我們 conditions